大家好,我是尔本 多人对战模式即将迎来全新的地面战争模式 让战士们感受更大地图 更多玩家多点占领的独特战场 获得特别的战斗体验 1.赛制 两支队伍各12人 开局后将有5个点位可占领 占领点位后所在队伍即可获得分数 比赛中后期会额外出现双倍得分点位和坦克赛聚 率先获得指定分数的队伍获胜 2.复活点机制 战士们在被淘汰后进行复活时 可以选择一个己方占领的目标点 并将在目标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随机复活点重生 如果战士所在阵营没有占领任何目标点 则只能在出生点进行复活 3.双倍得分点 当某一队分数达到一定数值时 在地图中央会出现双倍得分点 占领能够获得双倍的分数 4.终极空中打击 当某一方占领了所有的点位后 将会出现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前 如果另一方还没有强到点位 就会启动终极空中打击 占领所有点位的一方直接胜利 5.再具系统 在地面战争模式中将加入再具系统 以应对巨大的多人对战地图 局内会刷新再具 包括摩托 突击车和坦克 再具被击毁后会消失并在重生点刷新 但需要注意的是 战士们拥有的使命战场再具皮肤 暂时无法在地面战争中使用 我们将在后续考虑尝试加入该功能 地面战争模式将是多人对战的一次全新尝试 大家可以在本模式中体验与此前完全不同的 大地图与多人协作 希望战士们能够掌握地面战争的模式特色 体验到不同的战斗乐趣